彰化有一间知名的妇产科医院呢 为了省钱 涉嫌替这个女性呢 打过期的排卵针 那么至少有五十几人都被打过了 院长在九十六年到一百年间的时候 打了将近九百支的过期针 获利六十几万 甚至有人打了一百支针的这个排卵针 才受孕成功 一百针呢 这个听到都觉得好痛苦哦 因此痛批院方太缺德 彰化地检署依照诈欺罪 将院长具体求刑十五年 涉嫌替患者施打过期排卵针的 就是这间医院 事件爆发后 医院照常营业 涉案院长没有看诊 那现在都有在看诊吗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还求诊 而且交保以后就没有在看诊 对 院长遭到起诉 员工不愿多谈 这间妇产科在彰化颇有名气 但却为了省钱 使用过期排卵针 在民国九十四年 以一支三百元的价格 买进数千支 九十五年就会到期的排卵针 但院方却在九十六年到一百年间 替五十三名患者施打这批过期排卵针 用掉近九百支 获利六十多万 承办检察官考量被告 在医疗行为当中 具有资讯上的优势 却仍然会患者施打过期的排卵针 因此具体求刑 有期徒刑十五年 黑心过期针 患者深受喜害 甚至有人打了一百针 才受孕成功 有人打了五六十针也没受孕 但以一般八到十天的疗程来说 一天打一至三针 一个人体质 八到三十针就可能会受孕 过期针却让患者挨了冤枉针 太缺的 因为可能是要赚钱 因为那个排卵针 现在也是有要自费 过期的药品 不一定会有立即的不好的影响 但是他可能他的效果会变成比较差 黑心院长使用郭奇珍 检方痛斥更胜变造食品日期的黑心商人 以诈欺罪具体求刑十五年 周六线程文会账话采访报道